加上帶著小朋友排隊 但又要對預約序號 又搞不清楚 到底排哪一列才對 北市選在四所小學 設立接種站 其中西門國小 一早開始動線 似乎有點混亂 其實還真的蠻 有點亂的 也是有點會 讓人家搞不清楚 在學校打 其實也是還蠻好的 只是說那邊人比較少 家長被搞得無沙沙 畢竟現場有打BNT 又有莫德納第一二劑 動線上不夠明確 天氣又熱 工作人員趕緊幫忙疏導人潮 那麼嚴重的疫情 打得才有防護力 不想打 他會怕得心肌炎 都說打了比較不會重 我比較安心 看看北市第一階段 選了兩天假日 分別是6月18號跟25號 景美 西門 內湖跟文化國小 都有開接種站 最好先跟學校預約造冊 不過也能隨到隨打 包含BNT第一劑 莫德納第二劑 下一階段則是BNT第二劑為主 趕在暑假前 6月23號到7月2號 進入學校集中施打 而要打莫德納第二劑也可以 至於新北同樣兩階段 6月22號到7月8號 各校園內接種 若還想考慮的家長 7月1號到2號以及8號9號 會開設醫療運所 偏向衛生所或者部分接種站 滿熱烈的 我知道有外星室有過來 大概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水道來登記 那這個我們了解大概 15分鐘之內大概有20幾個 就來排隊了 教育部長潘文中就透露 不會提前放暑假 只是如果9月全國解封 學校也會跟著一起解封 不會規定要打完疫苗才能上學 這會影響受教權 只怕疫情快告一段落 讓小朋友能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TV本新聞綜合報導